把场面留给挤震党 接下来梁芳于黄瑞玲 肖孟雄 综合报导 说到台湾改良技术真的太厉害了 尤其在最近观赏鱼博览会当中 您可以看到一只改良过的混合鱼种要价五万块 甚至一种虾叫蓝丝绒虾 可以发出土耳其兰的美丽光亮 它也要一只上万块以上 你看我是什么鱼 头有一点像花罗汉 样子呢又有一点像血鸚鵡 体态呢 看我飘来飘去 有点像神仙鱼吧 而且我的同伴身上 颜色都跟我不一样哦 黑得像龙猫 但身上都有不凌不凌的零件 老板说因为我们是新品种 价钱也 最贵的应该是三万到五万之间 因为新奇又美丽 老板叫它神仙美人鱼 但在这场观赏鱼博览会上 跟它睁眼的对手还有它 在水族箱里 蹬着细细的小脚 身上的外壳 穿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土耳其蓝 所以有个高贵的名字 蓝丝绒虾 另外一批外壳 有点神咖啡 有点神褐色 也有可爱的名字 叫做巧克力虾 它们都是身价万元的观赏虾 只差没住在这个像是 水族桑界的豪宅 用LED灯加光纤 营造出点点星光 本国美祝增加 不管是鱼还是虾 都是主人手中的宝石 记者杨佳林凯 看报道 关心台湾